水浸眼眉,還要硬吞鳴入大宇 大家好,我是林超英,香港天文台的前台長 我不想香港在未來會浪費冤枉錢 和製造災難出來給未來的香港人 海水上升會延續二、三百年 甚至到一千年 如果你建出來的地,將來會被水染 它是沒有解決任何香港問題 而且它是會製造本來沒有危險 在這個情況下,是沒有理由建的 就像關西機場一樣,整個機場已經浸了 大家要記住,關西機場已經浸了一次 再建一棵防水場再浸了 即是未來的海水上升和連帶颱風引起的風暴潮 是高於很多工程界心中想像的數目 現在我們如果建成人工島 是完全不知道海水上升引起的各種工程需要 是會令我們要花多少錢 無底洞 我是很希望政府正正當當,嚴肅地回答 究竟他們有沒有想過二、三百年 甚至他們一千年海水會上升 會是升到什麼地步 為什麼我們會建一個島 將來是有風險,是不能住人的呢? 麻煩你們清清楚了,計清楚條數 用數據來處理民間的擔憂 我希望更多市民最有限度提出他們的憂慮 有些人都會說,這班人不是專家怎麼會說 不是,如果這件事令到他們憂慮的話 這個是政府有責任要處理的 因為每個人都想安居爭議 是希望將來不會有額外的風險 你們兩個簡單的女生 只 Thank You 給予 Wild